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学校兴趣办第一次接触到古针 那时我只是抱着有朋友一起学 那就是玩玩的心态 直到六岁半的时候 我拥有了第一台古针 这才算真是开启了我的学生之路 之后这一年多里 我参加过很多比赛 也有心参与过一些演出 这一切都得感谢我的古针老师 梁迪嘉老师 我的所有古针知识都来自于他 他给了我最良好的指导 也给了我好多古一和机会 我今天能拿到这个奖 一半的功劳都是属于他的 自于另外一半的功劳 是属于我妈妈的 他总是陪着我练习 他是我的最佳陪练 他让我知道有付出才有收获 我真的很感恩在学生的路上 能拥有优秀的老师 和支持我的家人 谢谢你们 最后我知道我在演出上 还是有很多补助的地方 未来我会继续努力练习 希望下一届我还有机会 在这里发表感言 谢谢 我是梁迪嘉 今天是2022年11月27日 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 医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增大厦演奏 曲目是春苗 我会继续努力练习 我会继续努力练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古增 洞庭新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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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